有剛剛那一段偷渡了 那個我的角色被偷偷爆料出來了 其實我還滿高興可以引申在阿古啊之後 去做這套作友出來了 那其實為什麼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其實像是我參與哲務 這大概兩年的時間吧 那其實我覺得我在這邊 就是有接觸到很多不同的社會議題 然後我學習到非常多 那其實我真的是一直在學習 做一個公民的一個過程這樣子 那我也希望說其他的人也可以有這樣的機會 那可能哪怕是一個遊戲 一個桌遊或者是聽一場哲舞的活動 就類似這樣的一個想法這樣子 那我不是要你們做什麼啦 因為其實其實是是我求你們做什麼 沒有啦就是 就其實是大家一起合作 去做一件事情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他們已經在做 剛剛他們提到前面的那些很有意義的事情了 所以我覺得他們有能力在做更多 我甚至是出版一套桌遊這樣子 就是我們一起合作 對那大概是這樣的想法 那我另外補充喔 有人就是辭職 到阿波娃之後辭職又沒有女朋友 那其實還蠻多是 還是在堅持的做阿波娃的事情 他們有一些剛剛有介紹說是老師是社工 他們其實都是在自己工作之外在做這麼多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自己是蠻佩服他們的 對 是做以上的再要補充 所以其實不是誰要求誰做什麼事情 是我們一起討論合作去做一件事情 那其實這也是公民 做一個公民可以的一個角色 對我們是用合作的方式 那像桌遊我們是用互相理解的方式 我們不是要誰贏 因為遊戲一定會有輸就贏 對但是其實我們最主要目的是一個平台 我們大家互相理解這樣 做以上補充 對 有人要疑問嗎 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的 這邊兩個 那我們就先 你好 其實我就只是一個比較單純的疑問 因為裡面就只有50個問題 假如說就以耐玩度來講 然後如果同一個人這樣玩 不是就覺得 就是會不會一下子就覺得 沒有東西可以贏 對 對 好 那就是謝謝這位夥伴的提問 這個問題呢 當初在我們的討論之中 就是余晨跟另外一位夥伴 他們真的是非常有先見之明 他說你就多做一些空白的卡片 那這些空白的卡片呢 就是接下來發生任何議題 或者是你想要討論的議題 通通都填進去 小到就是你家裡雞毛蒜皮 今天誰要倒垃圾都可以拿出來討論 大到就是國家大師 甚至世界大師 你都可以拿出來做討論這樣 所以其實它是可以無限擴充的 那其實我們也想要做一件事 也就是說 這50個議題 我們正在就是準備要把它變成是一個 算是資料庫 我們想要就是把它的脈絡全部補齊 就是這個東西是可以公開 然後而且是提供給我們的學員 或者是共產意想世界的人 它是可以做使用的 那它可以從這裡面就是知道說這個議題 它的原因 那它的支持方的論述 它反方的論述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也其他就是 更多人加入我們一起 就是增加新的議題 甚至是小的議題也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個是 就是遊戲它是一個工具 大家不要以為就是 對我們來講 因為我們不是玩家 對我們來說 遊戲它是輔助我們達成我們要目的的 其中一種手段 那它是可以很有趣的 很好的很放鬆的達到我們的目的 所以我們期待它是一個可以提供給社工老師 或者甚至是其他人的一個很良好工具 所以我們希望它可以被帶回去 然後發展出自己的玩法 即便我們規則跟說明說 上面寫ABC應該怎麼做 你根本大概也不要聊它 你拿來自己隨便玩 我們都非常開心 只要你能發明一種就是 你適合你跟其他人互動 這樣子的玩法 我覺得這樣就很好 這是以上我的就是火營會 不曉得有沒有解答到你的問題 謝謝 想請問一下就是我剛才有看一下 你們的議題卡 那議題卡上面其實有一些議題還蠻難的 然後你們用詞就是 可能對成年人來說是蠻精確的 也比較學術 那這個部分 就是在一般的國中生上面的帶領 是如何去讓學生理解這一些 因為剛才其實你提到 每一女分只有班學生嘛 那就是你們在一般的普通的國中生上面 你們是如何去處理這個部分 謝謝 好的 那我那次大概是在內部國中小這樣子 那時候我是第一次操作就是 這個議題跟孩子互動 那我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陳如剛剛這位夥伴說的就是 我們的議題它有一些詞是比較困難的 那不過你在看議題的時候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在只有議題的本身它有很簡短的敘述之外 我們的正方意見跟反方意見它還是很簡短 那我們這麼做的原因是什麼呢? 我們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期待它是有空間的 就是我們當然可以把正反方的論述 補得非常切而且密密麻麻 但是這個對孩子或是對操作人來講是一種負擔 那我們選擇用這種更簡短的方式來操作 那這麼做的時候 帶領者或是老師本身他對於議題的了解跟認知就非常重要 如果他能夠認知跟了解這些議題的話 那他在孩子操作的時候孩子對這個議題有問題 他就是可以透過翻譯機人體翻譯機翻譯蒟蒙 翻譯給他的孩子聽這樣子 翻譯給他學生聽 他就可以透過他的說法用這個老師平常互動的方式說 或用這個家長平常跟孩子互動的方式 用他們的語言說給他們的對象聽 我們其他人是透過這樣的操作 而不是我們在卡牌上告訴他應該怎麼做 或者是正確這個論述他應該要怎麼論述 而是他提供的空間是大家可以自由論述 那可以透過轉譯的過程讓我們的對象了解他要說什麼 那我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謝謝 其實大家的問題都是在跟我們其實3月26號 我們就已經有辦法分享會跟工作方針對這個工作 那其實有一些老師或是體驗過的一般的朋友 他們其實都有提供這樣的疑問 那其實他們我們都是有先設想好 因為50個題目其實它是很死板的一些議題這樣 不是很死板 就是說它是很固定的一些議題 所以我們是用擴充的方式去讓我們的使用者去用 或者甚至說你可以把50個題目挑起來 你覺得說你們的對象 可能是國小的孩子他適合哪些議題 可以挑出來去使用它 把一些比較難的先把它收著 那針對下一次你可能比較 可能是成年人說你再把它挑出來使用 其實是可以是自由運用的方式這樣子 然後我不知道接下來還有沒有人來疑問這樣 然後我不知道接下來還有沒有人來疑問這樣 這邊一個 我們再收集一兩個好嗎 沒有人有問題 好沒關係那就先 你好我只是單個想問說 因為這50個議題其他很多是非常難 還有很多的面向 我只是被存在的話 你們是怎麼去切入去了解 因為我自己有辯論的經驗 很多東西是很難的 要準備好幾個月的去準備辯論 可能會失去哪一種程度 我只是存在的話 你們是怎麼去切入去了解 要比你們做成勇氣 謝謝 好感謝這位夥伴的提問 那因為這位夥伴是辯論的時候 我就不敢講太多話 沒有啦 開玩笑開玩笑 對對對 就是 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們在決定議題其實也是非常苦惱的 但是我們要如何把它挑出來 變成我們主要可以放在遊戲上面 其實我們沒有像真的要去佔贏對方 或者是我們一定要在辯論當中 找到非常正確的答案 我們通常是收集 就是我們常常會常見的 或者是一些將來可能會發生的 那這些東西就是我們在一些 平常日常生活的報導 或是在危機板上 我們大概都可以搜尋到這些 一般簡單的資訊 那正方意見跟反方意見 我們也是採取比較大眾主流的意見 那所以我們就比較沒有在更深的進度去考證說 正方的意見的論述 它背後依據的是什麼什麼 然後反方是什麼 對我們來講就是 如果我們真的把這方面做進去了 真的是非常厲害 就是畫世紀的一套桌遊 但是對於操作人來講 應該是畫世紀一道膽的桌遊 所以我們在考慮的時候 我們就是把這塊驅升掉 所以我們採用一種比較簡單的方式 可能在就是 比較精心準備的這個結構底下看 就是可能在辯論的這個結構底下看起來 我們是有些就是 有些有些不是很那個就是很周全啊 那但是說我們在推廣跟討論的這個這件事情上 就是我們是採用這樣做吧 那不曉得能夠回答到我們的問題 謝謝 好我補充一下 我自己對於那個議題卡 或者是說議題上面的一些想法 其實是我覺得是我們自己身為個人 我們怎麼樣去看這議題 我們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很自我的一個反應跟表態 那我覺得訊息如果太多的話 可能會 我覺得可能會影響到他的那個思考跟決策 我自己也不會這樣子覺得 所以我們是一個很開放的一個態度 我覺得你對於這議題你的理解是什麼 那你的看法是什麼 我覺得你就是可以說出來 那我們就是在這個遊戲的過程中 我們去做討論 然後你再決定說你是支持或反對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不知道說有沒有補充這個對的部分 對或錯這樣子 對好那還有朋友有問題嗎 因為還蠻多老師的 或者是有可能帶領 有帶領紀念社團啊 或什麼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們可能用一些媒材在操作的時候 或者是設計遊戲有什麼樣的不同的經驗 大家可以對話 對對對 當然若是有什麼就是 除了異想世界其他的問題也可以問 不是只有異想世界可以問啊 不然中塔好像在異想世界發表不一樣 對啊 對啊雖然說有一點點置物性行銷啊 可是我覺得行銷好過同這樣 大家可以對他活啊 或者是他們在做遊戲化方式有一些對話 我覺得這樣也不錯 不好意思 因為事前沒有了解那個遊戲的進行方式 所以有三個疑問 第一個是 你們後面跟你們左手邊的手板是 今天帶來是做什麼 能不能順便演示一下說 這個遊戲的卡片的類型跟進行的內容 第二個是剛剛有提到 好像遊戲內容會比較傾向辯論是不是 能不能簡單的說明一下說 進行的方式是怎麼樣 弱的就這樣子 好的 那就是一次跟大家說 我試試看 在沒有簡報底下 情況底下 能不能跟大家講得比較明白 好的 那其實在遊戲的一開始 我們會讓玩家們先抽一張議題卡 就是有法盤的意見領袖先抽一張議題卡 那好比說我是這一局的意見領袖 我們六人王 我是這一局的意見領袖 那我抽了這張議題卡 那我就會跟大家講說 我抽到這張卡片是 立法保障同性婚姻 那支持的論述呢 那我抽到的幾個論述這樣 好 那當這個主持 就是當這個意見領袖 他把這個卡片抽起來之後 發表完之後呢 我們會有媒體卡 媒體卡沒有在現場 沒關係 就是大家手上會有可以操作的傳媒 那 這個傳媒就是你手排的資料庫這樣 資源庫 那在出這個牌之前 你要先就是跟大家說 我是意見領袖 當然我已經先講了我的論述了 那我要聽所有的人都講過一次 你對這個議題的看法 那他都講過一次之後 那大家可以決定說 我要支持還是反對 他就蓋著出來 然後表態這樣子 那這時候有人會說 那我跟剛剛講的不一樣 當然可以啊 你在過程當中 你可能被人家說服了嘛 或者是 其實我一開始 並不是保持這種想法 我只是要是忽悠大家 就是腐爛大家說 其實我是支持 但我其實是不支持的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 我們允許這種現象發生 其實你們可以發現 有一些社會上的投機分子 他專門在做這件事情 他就是表面上跟你說 好好好 他在自己家裡不要 因為他就是說好 只要他那個資源而已 那這個過程呢 就是最後在公開的時候 我們會決定說 誰是在這個廠上的多數 跟誰是在這個廠上的少數 那我們會從媒體的資料 媒體的資源庫裡面 再打開一張牌 來支援這個少數 因為我們這個遊戲 他鼓勵是少數發生 那接著 那大家就會出自己的媒體卡 來控制廠上的輿論這樣子 那最後就會透過支援媒體 還有我們自己出的媒體卡牌 然後就會決定說 誰把這個議題 成為這個議題的主導者 那誰把這個風向帶走 那這一局就會結束這樣 主要的進行是這樣 那不曉得你們有沒有回答到 對 然後我補充一下就是 大家在牌卡上會看到說 就是有支持跟反對 然後上面會有個參考意見 那其實那個 像我們在戴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會就是特別提醒他們說 就是上面參考意見 就真的是僅供參考 就是因為這個參考意見 其實是要讓就是 因為有的時候 你們可能會碰到有些 有些學生他們是 比較 他們比較沒有辦法 在這麼快的時間 就直接對這個議題 發給他自己的看法 那他可能可以看一下 上面的這個參考意見 然後他那去做 去做認數 但是他不一定要照著 上面的這個參考意見來做 好 那剛剛有個方問我說 這兩張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角色卡 那這個角色卡 是我們根據就是 我剛剛有提到 正義場思辨之旅 這一本書 裡面萃取出來六個正義關 那我們把他賦予某一種形象 那我們讓他就是 形象帶入他的正義關 然後讓玩家 他是可以跟人家投入 那這是在我們的 進階版遊戲 才會使用到 那他的功能是做什麼呢 當你拿到這張卡的時候 你就要用他的角度 來思考事情 比如說我拿到 自由主義的時候 我在思考任何事情的觀點上 我就要學著 用自由主義的角度來思考 我拿到 效益主義的時候 我就要用 效益主義的角度來思考 我什麼都要最大善 然後什麼都要大家好 這樣子 就是什麼都要數據 這樣 OK好 那這個會是比較在進階的過程 就是 當我們的對象 他是有辦法可以理解 就是各種正義觀之間的差異 或是他所代表的價值 當然這說明書 會告訴你簡單告訴你 但是要理解 確實還需要一點時間 因為 因為我們在國公身上 身上也實際測過 他們根本完全無法理解 什麼這些正義觀 對我來講也是挺shock 所以我後來發現說 這個一定要拿出來 當成是進階版 所以他變成是進階版的一種方法 是你可以透過這個角色 然後去理解說 持有這種正義觀的 他的想法是 所以我們在支持跟反對的部分 他旁邊會有一些圖案 他是對應某一些正義觀的 有一些有 有一些沒有 那有的話他可能就會跟你講說 是否應該只應死刑 那這邊可能就會有一個圖 紅色的那個icon 這個icon 就是康德人權的icon 那他可能就會說 如果你是康德人權的人 你可能會說這樣的話 就是不能用剝奪生命 做穩定社會治安的手段 他可能就會發表出這樣子的論述 那我們透過這樣的練習 然後讓他去習慣說 這個角 就是你持有這種正義觀 你會說出來的話 像什麼樣子這樣 但不完全是那樣子 因為你有可能是同一種正義觀 但是你又是反向支持對象 也是有可能的 但這個就是更進階 就是大家已經有辦法 把這些正義觀都會灌通 你可以變來變去這樣子 對 好 那不曉得這部分沒有回答到 OK好謝謝 謝謝 喂好那其實 針對遊戲呢 其實真的還要參加工作方才知道 因為我們會實際分組去做 實際遊戲的操作跟體驗 不過明天下午的場次已經滿了 對已經都對報名解決 這樣然後大家可以報四月二三號 在高雄的場次 哈哈 如果不覺得太遠的話 這樣 那我不知道說阿虎啊 後續會不會再有一些 針對公民教育或者是桌遊這邊 有一些規劃 我不要講一下 就是那個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那個余生有提到說 就是明天的工作坊 那還有那個接下來高雄的工作坊 那這些都是我們就是 目前跟假合作的 就是半日的免費的體驗版 那我們之後 我們之後也會辦 就是比較全 那個一整天的 或者是兩天的工作坊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那也歡迎就是繼續來關注 我們的那個粉絲頁 那我們粉絲頁 一定都會公佈這情消息 那就是或者大家 待會可以那個掃瞄一下 我們剛剛另外一頁那個QR Code 就可以 對 那我問一下 半日跟兩日的那個內容 有什麼樣的差別 就是 因為像那個半日的話 因為時間比較短嘛 那畢竟就是我們 我們能夠提供的東西 就會比較有限一些 那如果是一日或兩日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可以帶 就來參加的人呢 做一些比較深的討論 然後或者是說就是 讓他們能夠更深入的了解說 我怎麼樣去變化這個桌遊 我怎麼把這個桌遊 應用在我自己的教學 和代理上面 對 好謝謝黃葉 非常 精確的說明 我看到有些人 一些朋友在掃QR Code 對 你們今天應該可以 對 有一些問題 或是你FB 你直接搜尋 我要不行啊 有問題直接就是密我 通常應該是他 或是我 會來做這件事情 對 還是可以指名嗎 都 中規 對 就也不會說服務費 你們想點排 點排 也可以 然後我們可能就直接 冒著那個人的名字回答 好 沒關係 那最後最後一些時間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朋友 剛剛有想到一些疑問想要問的 好 這邊一個 還有嗎 沒關係 這邊先 因為我自己本身其實也是基隆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 因為基隆的 因為基隆被稱作是最不快樂的城市 在台灣 對 那我想問的是 你們在實施這些 不管是去辦營隊還是什麼的 你有感覺到不同的城鄉差距 有感覺的到那種學生的資質嗎 就是例如說基隆的學生他可能思考就比較侷限 那可能別的地方學生會有不同的想法 我想知道的是這一塊 在實施 或種狀況 會不會因為城鄉差距要有不同的效果 對 或是有沒有普遍的狀況 這樣子 那個我比較有疑問 是那個媒體卡的內容 就是 可以大致說 那有怎麼樣的規則嗎 譬如說是 什麼媒體卡 誰不可以講 誰可以講 或是用什麼媒體卡 可以大約介紹一下方式嗎 謝謝 那還有沒有 譬如說我可以回答嗎 OK好 那我就先回答 就是這位基隆的落翔 就是同鄉的問題 好 其實他問的問題是 就是城鄉差距這件事情 如果沒有理解錯誤的話 就是 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 在 出去其他限制 跟在 就是 去不好幾個限制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就是城鄉差距 跟教育資源的差距 其實是存在的 那 你要說就是 是不是 這個孩子 在 這個偏鄉 或這個地方的孩子 他的 他的資質比較不好 或是他的學習能力比較差 我覺得不見得 因為在這樣的狀況 就是在我們 透過一種 體制外的 教育方法 或者是 教育行動 在跟他們做互動的時候 你反而會發現 他們其實是有超長的能力 也就是說 一般來說 我們用 學科制度 或者是用 分數制度來 評斷這些孩子的支持的時候 我們確實 大家身上感受到 就是 學習緩慢啊 然後就是 覺得他們可能 不用心或怎麼樣 那我舉個例子好 我曾經在一個花蓮 也帶過當個創業省的這個活動 這個真的是有夠嚇人的 就是我原本預計一天 一個上午的活動 我帶了兩天 兩一天半 然後第二天的下午 我才把就是 原本預估一整天活動帶完 那我們可以發現是 這些孩子 他確實 就是對於 理解規則跟理解文字的部分 他們是覺得困難的 然後而且 他們在學校 他們也是以體力建成的 但是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是 他們依然認真的在 嘗試創業這件事情 他們嘗試讓自己的公司 可以變成正領域 然後讓自己的產品 是可以賣出 以他們學習 如何突破他們自己的限制 讓他們自己 一組人 然後在三個陌生人面前 投入自己的產品 我覺得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 一般我們在學校裡面 或是在一般的系統面 是很難見到這件事情 但我們更看重的 就是這一點點 也就是像 加方特先生講的 就是其實我們要能夠 容許 教室這個空間 它是混亂的 也就是我們要有一個 MT space 就是我們要有空白的時間 我們要讓 這個時間 它就是混亂 就是雜亂不雜 我們要擁抱這個混亂 因為這個混亂 也許它可以帶來 就是令我們盡奇的效益 這樣 那我可以把這個部分 都回答到你的問題 謝謝 好 然後我來回答一下 剛剛說到那個 媒體卡的問題 那但是因為 不好意思我們今天 因為沒有帶那個大卡來 所以我這樣講 可能會有點抽象 那 那但是 但是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的那個 媒體卡 它會是就是 裡面會有我們 比較常見的大眾媒體 例如說像那個 電視啊 然後網路啊 雜誌啊 這樣一些的媒體卡 然後這些媒體卡呢 上面會 上面會有他們自己的數字 對 像這個 很小張 很小張 不好意思 就是上面可能 會像廣播啊 報紙啊 然後 雜誌啊 然後 網路這樣子 對 然後呢 那每個人呢 會用 會利用他手上的這些 傳媒卡 然後去 去影響這個理論 那 上面的 上面這些數字呢 就是 會是他們最後就是 決定到底誰帶到風向的依據 那 總共會 我們在遊戲當中 會出現兩種情況 那 第一種呢 就叫做輿論引爆 那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 就是感受過一種情況 就是說 可能有某一陣子 然後 同樣的 一個風向 然後一直 同樣出現的時候 那 這個輿論的風向 就被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意見給帶走了 那 那這個 這個就是會在我們 在我們遊戲當中的設計 就是讓他 讓他 讓他變成是說 就是 那個 階序上的數字 他會連在一起這樣子 對 然後 我幫大家補充一下 輿論引爆的概念 是什麼 不曉得大家對於 兩年前的學運 還有沒有影響 應該有嘛 那 是不是後來 所有的媒體發生大小事 我覺得甚至連我家後面的小狗 生的小狗 就是 都好一問他 就是問林非白跟陳偉庭說 你對這件事也理解 看法 他怎麼樣 輿論引爆的概念就是說 當有一個人帶風向 第一個人帶風向 他通常都死在探頭的 但第二個人帶起風向的時候 他是可以控制所有的媒體 甚至就是 他可以吸引到所有媒體的不華 所以他可以輿論引爆 像剛剛黃葉講的就是說 兩種連續同樣表態的第二章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樣的概念 就是你第二個說出來的 你是聲量最大 而且你成功帶起風向 後面說什麼不要啊 反對啊 都沒有人要理 大家都有一定是一端 這個就是輿論引爆的概念 就是我們在媒體的隱喻上 是這麼做的 就像這樣 我們現在拿這個牌勢力的 就是前面 前面兩個都是XX 只要出現連續兩張 那就算是輿論引爆 他就帶走了這整個議題的風向 那第二種情況呢 是如果兩個議題 他在 如果兩個議題 他可能 他的表達是互相拉扯的 那我們最後就是看 誰的聲量最大 那在我們的卡牌裡面 就是表示在這個 就是卡片上的數字 像我這四個 就是他最下面這個 44是最大的 那最大的聲量呢 他就會影響到 這整個輿論的風向 這樣子 那我就是這樣子的回答 有稍微了解一點嗎 OK 謝謝 好 那我覺得時間是差不多 不過 因為我們哲武其實 常常都會有些朋友 就是在會後的時候 再跟我們多做很多的交流 我覺得就是可以再用等樣的時間這樣 那後面的話 在我們印度箱旁邊就是有擺放 我們一場世界的一個demo版這樣 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了解一下 因為他其實美術設計其實有些巧思的 那也可以看一下這樣 如果以後有機會 可以再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還是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們主題當然還是一個公民教育的主題 那我覺得 不管是說我們怎麼樣去影響我們的 其他人會影響我們的孩子 我覺得還是回到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本身這樣子 我們自己的社會上面角色是什麼 我們角色是老師 我們角色可能是 像我啦我可能是社工 那我是在一個兒童跟家庭的機構的一個社工 我關心的當然就是說 他們的兒少全英的補質 然後他們的教育 然後他們的可能我有一些事情 是可以做倡議的行動 然後可以關心教育 所以我做了這套卓 我希望帶給大家是一個媒介 可以拓展到其他的更多人的 就是可以了解公民教育怎麼樣去做操作 那怎麼樣影響更多的人這樣子 我覺得 像阿伯娃這樣的一個團體 或像哲武這樣一個團體 我就是在社會這樣一個角色 我們都是在做一個現代公民的角色 我們是認清我們自己的功能 然後我們就是一個善的種子 我們就是叫做傳播 對所以其實 向哲來哲武的聽眾 你們又是一個種子 你們也可以做這些事情這樣 就是做最後的一個小小的總結這樣子 好 那我就今天很謝謝大家來參加 然後我們把時間交給我們的哲武之鴻